就算你的蛇毒变得更强 但三个等级的魂力压制 你又怎能预远 我可是九十五级封号斗罗 菊花馆九十五级 我就只有九十二级了 魂师也等到了九十级 没相差一击就是天壤之灵 跟狂乱三击 暗击 我还有暗击 可暗击 终究是暗击 与上强大的对手 根本无法抵抗 难道是地球火计 就算是再致命的毒火 只要我拉下去 怎么 是美肚杀的凝望 美肚杀的凝望 根本放不住我的动作 只要这一瞬间的破绽就够了 美肚杀的凝望 美肚杀的凝望这是幻子 子母坠魂夺命胆 谈是令你意想不到的意境 你这老毒屋 居然搞偷袭 实在太卑鄙了 你输了 咱们走着瞧 我来 我来 你这儿 我来 你这儿 你这儿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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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怎么样了 难道 我这些年的努力 都是白费吗 我真的要放弃蓝草吗 小怪物 老 老怪物 这是怎么了 小怪物 你这是怎么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老怪物 如果我和同龄人的魂力 都修炼到七十级以上 我还会像现在这样 领先他们吗 你怎么会这样问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随着等级的提升 蓝蚓草的弱势也越来越明显 我想 你也早就发现了 我的第二武魂浩天锤 只需要配上合适的魂环 远比现在的蓝蚓草强大 你过来 老怪物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来 释放你的蓝蚓草 老怪物这是要干什么 这是一根普通的蓝蚓草 你摸摸看 说说看 有什么不同 比起普通的蓝蚓草 我的蓝蚓草更加坚韧 顶端也更具攻击性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我觉得他们 很温暖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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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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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寻常人来说 拥有蓝银草作为武魂 根本不可能有修炼的机会 而你非但能够修炼 还拥有先天满魂力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你竟还拥有双生武魂 老师曾说过 武魂传承都是选择父母中 相对强大的一方 可昊天锤分明比蓝银草强大许多 为何我 我无意中在古书上看到 双生武魂的产生有两个条件 第一是父母双方的武魂性质相差较大 第二是父母双方的武魂品质十分接近 也就是说 你母亲的蓝银草武魂 与你父亲的武魂品质 相当捷径 相当捷径 小三 母亲 蓝蚓草 现在你还觉得 你的蓝蚓草 是普通的蓝蚓草吗 我明白了 谢谢你 老怪物 放心吧 以你现在的修炼速度 一定能破了你爸爸 成为最年轻封号斗罗的记录 封号斗罗 我决定了 我是不会放弃修炼蓝蚓草的 哈哈哈哈 你能想明白就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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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通过三十九级了 哇 厉害呀 小五 恭喜你了 小五 最近大家的修炼都颇有进展 我也已经达到了三十九级 不知道哥修炼得怎么样了 即便是天斗城最优秀的铁匠 也挤不上小怪物你啊 对了 小怪物 上次你给我的子母追魂夺命胆 还有吗 我上次给了你两个 你这么快就用完了 我和一个老家伙打了一架 你别说 这玩意儿还真有用 以前我老被他打得灰头土脸 这回终于见他出丑了 对方也是封号斗罗吗 但子母追魂夺命胆的毒性还没有那么强 你是怎么打败他的 碧琳蛇荒毒 怎么样 小怪物 明白了吗 暗器只能暗中伤人 配合用毒能够效果拔群 而老怪物已身为毒斗罗 在使用暗器的时候 同时用上了自身封号斗罗级别的魂迹和魂力 效果比之单纯使用暗器 可谓天差地别 那么我是否也可以将蓝银草和暗器结合 我知道该怎么修炼蓝银草了 谢谢你 老怪物 我终于知道我要做什么了 天快黑了 走 咱们四处逛逛去 今天的练习就到这儿吧 大家进步都不小心 今晚回去好好休息 明天的练习将会非常艰苦 不知道明天我们将会面对什么 只要不是像上次那样对打赵老师就好 这回小三不在 我们麻烦大了 我的意思是小三的修炼一定会有所突破的 小五 既然你那么担心三哥 不如去看看他吧 嗯 这里是天斗城霧魂分殿 你觉得他如何 在堂堂天斗帝国的首都建立的分殿 仅仅是做分殿 气势上却比天斗帝国的威势更胜一筹 可见其实力深不可测 嗯 武魂殿的实力 甚至足以掌控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所有魂师的生死 老怪物 你为何这样说 听说你也参加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战绩如何 我们通过了预选赛 马上要进入晋级赛了 有你这个小怪物坐镇 史莱克拿下第三应该不是问题 第三 你对我这么没有信心 不应该助我们拿下第一吗 不是对你没有信心 而是你根本没有胜算 因为这比赛的冠军 从来只有这一支 谁 武魂殿 为什么 武魂殿的势力遍布大陆 掌握了大量高手 这一次与我对战的家伙就是他们的人 听说近年还出了几个精彩绝艳的小辈 连教皇都称他们为武魂殿的狂金一代 这么说 武魂殿对于这次大赛的冠军是实在必得了 你知道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最后的冠军奖励是什么吗 不妨猜一下 对魂师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 莫非是一块魂骨 是三块魂骨 三块魂骨 唐三 竟然比武魂殿黄金一代突破四世纪的年龄还要早 蓝银草 非武魂 真是有意思 这个唐三的魂力提升速度为民也太快乐了些 我听说 独孤国眼下是天斗城一所魂师学院的客亲 这三块魂骨是武魂殿过世长老的遗物 教皇既然敢把他们拿出来作为最后的冠军奖励 必然是对参赛人员有十足的信心 现在你还有侥幸的心理吗 老怪物 你知不知道武魂殿参加这次比赛的队员都是什么级别 武魂又是什么 小三 你还没明白吗 你是不可能有胜算的 黑色的万年魂魂 现在你觉得我有可能与武魂殿的人一较高下了吗 放弃这届比赛吧 以你的年纪还可以参加下一届比赛 那个时候没人会是你的对手 可我明明有实力与之一战 你知不知道第四魂环就是万年级别会给你带来多大的麻烦 如果我猜得不错 现在你的资料已经摆在了武魂殿白金主教的桌子上 他们要么会收服你 要么在赛场上找机会除掉你 比赛规则对于武魂殿来说 只不过是可以玩弄的游戏而已 我又岂是他们说除掉便能除掉的 那我就告诉你 这一次武魂殿的参赛队员魂里都在四十五级以上 一个五十一级两个五十二级 创造了武魂殿最低年龄的记录 他们也都 也都符合参赛年龄 我建议你放弃吧 以你的年龄往后还有大把的机会超越他们 老怪物若我真的避战将会信刑大跌 只有权力以赴战斗过才能知道双方的察觉 我是不会放弃的 也罢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自己好好保重 我走了 谁 又想来解磋了 小五 你是怎么做的 你的进展能力似乎强化了很多 魂技不一定非要魂环赋予 我们自身有很多潜力 开发出一个就是一种魂技 领悟后也更加实用 再加上魂技的相互配合 整体实力会有显著的提升 小五 你 你竟然看得如此通透 与我所想不谋而合 那里是 是莱克学院的方向 怎么回事 两 Rider 二龙老师下手也太重了吧 是你们自己配合食物 在我手下 连三个回合都走不过 朕不知道小三和小五 什么时候回来 再这样下去 我的血魔白虎 都要变成焦虎了 老师 大家 我们回来了 回来就好 这几天 你的伙伴 一直在和二龙交手锻炼 战况相当惨烈 大家都辛苦了 你们回归之后 希望不要比他们更惨烈 放心吧 二龙老师 是来的奇怪 从不为就困难 大家准备好了吗 来了 二龙老师 二龙老师 出身蓝电霸王龙家族 五魂中带有雷属性 很可能有麻痹效果 叶老大 胖子 等一下你们整个迎接室 千万不要恋战 你会让小五和朱星 改正二龙老师的注意力 好 好 小五 你配合朱星 你告诉自己的金蟬优势 缠住二龙老师 记住 二龙老师的婚礼太过可怕 一旦他体内魂力有动 必须马上后退 否则 将会毫无还手之灵 总之 只要你们后撤 剩下的事 就交给我了 第一魂技 凤凰火线 第三魂技 怒火惊雷 第二魂技 白狐猎攻破 九层丢台 九宝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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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约速 下来 嗯 嗯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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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机魔通 你第三魂技 顺移 好 第二魂技 累了 呜 呜 嗯 嗯 嗯 第四魂技 有名领分身 嗯 你们这群小混蛋 小鹿飞飞多不成 第四魂技 食血烈焰 第五魂技 第四魂技 第四魂技 嗯 蓝银囚龙是挡不住我的 冲天之焰 啊 蓝银吐子震 嗯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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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龙老师 你输了 这是 这就是小三闭关顺身的成果吧 蓝银囚龙竟然变异了 面对如此突然的蓝银图此阵 连二龙老师都措手不及 小三 你是怎么做到的 蓝银囚龙竟然变异了 幸亏有了小五的帮助 我对蓝银囚龙有了新一层的感悟 好了 二龙 你输了 我不服 我怎么就输了 再打下去 赢的肯定是我 木败和竹青的五魂融合剂并没有使用 小三的八珠魂子也依旧保留着 你还是输了 你被算计了 当你中了小三的子鸡魔铜的时候 就已经没机会了 今天就算换成弗兰德 也经不住他们这种狂轰乱炸的打法 好啊 你们竟敢算计我 今天不打到你们空 我就不叫刘二龙 我们还有事儿 没有什么比对战二龙老师更能锻炼人的了 大家加油吧 二龙 你 下手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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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皇家狩猎场 好气派啊 迟早有一日 我们是来客也会这么气派的 请出师守达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我是天斗皇家骑士团 第三大队队长罗克森 请跟我来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晋级赛 就在军营正中举行 为了保护魂师们的隐私和安全 不允许普通观众观看比赛 只要参加过预选赛的队伍才有资格观战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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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进入晋级赛的队伍 被分别安排在了 不同的地方休息 这里是史莱克学院的 休息营帐 明天不会有开幕式 晋级赛将直接开始 请各位早些休息 谢谢罗克森将军 不敢 在下告退 弟姐 哪里跑 看来这营帐的条件还算不错 宁叔叔好 太子殿下 你怎么也来了 汤兄弟 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怎么样 进了 这里还适应吗 这里条件非常好 着谢太子殿下关系 汤兄弟 你就不要太子太子的称呼我了 我吃着你几岁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就还是叫我一声雪大哥吧 我直接叫你的名字就会了 呃 你愣上 还不快叫雪大哥 好 雪大哥 那我以后就这样称呼你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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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蓉蓉呢 一段时间不见这小丫头 我还真想她 来 爸爸 你怎么来了呀 念公主 你好 这位是 她是我的弟子 名叫薛清河 念公主 你好 坐好 她是我的弟子 名叫薛清河 两位 里面请 我们此来 有一不情之情 哦 宁宗主请说 融融在贵学院承蒙院长和各位老师的指点 实力突飞猛进 我想方便的话 送一些宗门的年轻子弟 到史莱克学院求学 什么 不知是否可信 宁宗主 这不合适了 我们学院怎么能和贵宗的教育相比呢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相信大师教导弟子的能力 在整个大陆上必然是首屈一指 谢宁宗主太爱 我定当竭尽全力 有七宝琉璃宗在背后支持 史莱克学院再也不用筹办学资金了 到时候可以更新学院的教材 还能拼起更多老师 起身一流学院指日可待 院长 你在笑什么 长蒙宁宗主垂青 史莱克学院求之不得 具体的合作事宜 等这次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精英大赛结束之后 我再与院长商量吧 诸位 晋级赛要加油 史莱克一定尽力 老师 时间不走了 我们该走吧 爸爸 你们才刚来就走啊 可惜我是辅助系 晋级赛不能上场 否则 一定让你看看我现在的实力 不用看了 交给弗兰德院长教育 我很放心 等你从史莱克学院毕业 我就正式宣布你为下一任 门主继承人 爸爸救你这么一个女儿 这是你不可推卸的责任 以爸爸现在的身体情况 再支撑个几十年还是没问题的 这几十年还不够你出去玩的吗 晓鸥这两人为了我那一句话拼命修炼 要是 晓鸥怎么办 天赛不走 我与清河又就到此了 两位走好 唐三 再见 期待在竞技赛上 看你大展身手 好 我一定尽力 雪大哥再见 晓鸥 那个雪清河 就是那个雪清河吧 远长 你已经看出来了 我想 你应该不会看走眼 我答应了雪大哥 不能透露他的身份 想必他有自己的考虑 了得 我们史莱克学院要发达了 好 短短一段时间不见了 唐三的气质已有了巨大的提升 可见魂力也提升了不少 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 不错 他确实值得注意 诸位 明天的比赛抽签结果出来了 首战对阵 巴拉克学院 巴拉克 我记得史莱克学院原来就在巴拉克的索托城 他们也进了晋级赛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分为预选赛 晋级赛和决赛 天斗帝国共有六个预选赛区 天斗城分区和四大附属王国 以及一个附属公国各有一个赛区 天斗城分区晋级名额为五个 附属王国和公国各有两个晋级名额 一共有十五个晋级赛参赛名额 而巴拉克王国就是天斗帝国四大附属王国之一 当年史莱克也曾争取巴拉克王国的名额 但饱受王国贵族集队 最终没有获得晋级赛资格 我也因此错过了学生时代的高级魂师学院大赛 这也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巴拉克 齐老师放心 是莱克七怪一定竭尽全力 大胜巴拉克学院 但晋级赛的规则和预选赛大目相同 双方各派遣七名队员参加 每一个上场队员都要战斗到被击败为止 获胜则面对下一个对手 直到有一方七人全部落败 也就是一对一 不是团战啊 不错 老师 让我上吧 我近战能力强 一定能拿下比赛 小三 你别太心急了 我和各位老师商量决定 先派小五上场 好 良心 武ο 武ο 武 武 武 你看这个 是吗 我现在宣布 全大部高级魂师学院 精英大赛 晋级赛 正式开始 希望各位 可以赛出风采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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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 你得罪的美女 还真是不少 一个火舞 一个水兵 你说 别的学院的人 会不会认为 你使乱中气啊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所托成的 丧家之犬 使来 罗夫基 你可真是和你爸爸 一样阴魂不散 怎么回事 院长认识他 弗兰德 阴魂不散的是 你们使来客 我劝你早点带上 这群丧家犬离开赛场 少给我们巴拉克王国丢人献衣 巴拉克 是巴拉克学院的人 我们使来客 行得正坐得端 真正垫覆了魂师头衔的人 哎呀 弗兰德 我爸爸当年好心提点你 你竟然不领情 听说你们后来又傍上了蓝霸学院的大腿 还是个女人的大腿 弗兰德呀弗兰德 我要是你早都羞死了 你这个混蛋 赵老师 这里动手有为比赛规定 打我呀 来呀 弗兰德 你就是个懦夫 咱们走 院长 赵老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年史莱克因招收学院部族 巴拉克的贵族无法榨取利益 多次对我们进行欺辱 若不是有网界的毕业生扶持 我们史莱克根本撑不到今天 巴拉克竟然有那么大的权力 在天斗帝国的四大王国之中 巴拉克王国的军事力量是最强大的 也可以说是天斗帝国的门户 他们独霸一方 除了必要的进攻之外 一切完全自主 那洛夫基又是什么人 怎么敢直呼校长您的名字 洛夫基的爸爸 主管索托城教育部 常年煽动各方贵族针对我们 我早看他不顺眼了 索托城不知还有多少百姓被他们压榨 小五 你这回对战巴拉克 一定要让他们迎面扫地 赵老师 院长 你们放心吧 这次对战巴拉克 我一定会赢 下一场由史莱克学院 对战巴拉克学院 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位参赛选手的数据 加油 马上就要小五上场了 希望他们不要受伤 这个洛夫基竟然有四十二级 难怪这么嚣张 那小五岂不是 我相信小五 也相信老师的判断 巴拉克学院率先就派出了他们的队长 高达四十二级的魂踪 想必是要先下一场 不过他们今天的对手 是在出赛就大方一彩的史莱克学院 相信这场比试一定是龙争胡道 你们史莱克学院不是耀武扬威的吗 就派上来一个小妹妹 真不愧是弗兰德那个诺夫交出来的学生 胖子 你怎么了 你忘了那个不乐吗 被那个什么八段拴 比赛开 开始 大哥哥 我觉得你说的对 这里真的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 哦 哼 哼 大哥哥 你可要让了我啊 嘿嘿嘿 我会对你温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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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吹 吹 槍 漂亮 让他们巴拉克学院这么嚣张 也不打听打听 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大名 欺压百姓 他们也是救助自取 下雨 你们干什么 裁判 我举办他们恶意报复 怎么 出了不服戏 你 还是你想打群架 你们找死吗 怎么 输了不服气 你 还是你想打群将 你们找死吗 这是比赛 你们想要干什么 外景主教大人息怒 我们只是将本学院学员抬下去而已 并没有其他意思 记住自己的身份 非比赛人员未经允许再擅自入场 立刻驱逐出本届大赛 去去去 希望下一场你还能安全离开 经过刚刚的小插曲 比赛将继续进行 比赛开始 史莱克军 获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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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你们巴拉克学院竟然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巴拉克学院又派上一名魂族 那么这次的表现如何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你要为自己刚才的座位付出代价 那你就放马过来好了 比赛开始 第一魂技 花开有名 不愧是四十一阶的魂松 瞬间就掌控局势 如此强力的攻击 巴拉克学院这局已经取得了绝对的优势 奥尔白的控制虽然接连不断 但以小五的速度 本是可以躲避的 第二魂技 继续花开 这是 怎么回事 是相思断肠红 可恶 太阳化向小五发动攻击 相思断肠红 自然会认为它是对自己的挑衅 作为华中之王 它怎么可能会隐忍下去 那我们岂不是违反规则了 连老师都看不出来 那些评委就更看不明白了 何况 小五并非主动使用 应该可以不识作违反规则 这是怎么回事 差点不得不 第三魂技 太阳翻涌 下半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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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麽 快 你下面的对手中 有一个武魂是太阳花 他对你的攻击都不用抵挡 去胜之后如果有人问你 你什么都不用回答 你想到啊 史莱克学院还有一个拥有魂骨的人 这应该是他们的隐藏实力 只是这魂骨的技能 未免太强大了一些 居然可以令对手的武魂瞬间凋谢 陛下 如果我猜得不错 小五那个魂技应该是有针对性的 只有植物系的武魂会被克制 我和宁宗主的看法一样 这应该是一块十分普通的魂骨 只不过适逢其会才发挥出了作用 你用的是什么能力 这场比试史莱克学院获胜 小五虽然魂力暂时落后 不过近战能力却十分出色 小五已经连续战胜五名对手 再继续下去恐怕有害无益 的确 看样子巴拉克学院 已经没什么值得一战的对手了 就速战速决吧 那就让小三成长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隐藏实力 小三 下一场你上 是 史莱克战队更换参赛选手 哥 刚才我身上的光芒是怎么回事 区区一个太阳花 又怎么敢挑战花中之王呢 暗影敲龙 你 是我们输了 不 是我们输了 唐三 我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 终于突破了 看 雪变弓 等我下次遇到你 我一定要击败你 我一定要击败你 蓝蚓草 蓝蚓草 小三这是干什么呢 行行行行行 不 不会吧 小三怎么也 对付巴拉克学院这些人 我看小三这招正合适 前夜 ну 史莱克战 哦 单独聊聊 藤三 我们两个学院交手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跟我同时出场 你我公平一战 对不起 这件事情恐怕树南风明 难道你不敢与我一战 我们的出场顺序 都是由学院的诸位老师安排的 我自己也无权确定 你 不过 如果我们在战争中遇到 我当然愿意与你公平一战 好 记住你说过的弯 明天你们的对手是赤火学院 怎么又是赤火学院啊 第四魂技 皇武要养 晋级赛为循环赛制 早遇到未必事件患事 你们认为应该以怎样的阵容迎战 大师 让我先上场吧 要是不能赢 你怎么罚我都行 大师 赤火学院中 只有火无双和火无两个人比较强 按照今天比赛的情况来看 只要让我和小三率先出战 就可以保证闭射 我建议让唐三先出战 你负责收尾 为什么 不是应该以强弓系魂师打头阵比较好吗 不错 就是因为通常战术都是以强弓系魂师打头阵 所以我们反其道行之 小三作为控制系魂师 对强弓系有着天然的克制 原来如此 既然胖子强烈要求 我觉得可以把它放到第二个出战 这段时间胖子的苦练有目共睹 正好用来试验胖子的苦练成果 大家分析得不错 所以明天出战的阵容是 小三 马红俊 朱竹青 小五和木白 但是我要提醒你们 即使到了晋级赛 各队伍也未必会用出全力 你们出手也要有所保留 今天就早点休息吧 有什么问题 上场名额有七个 但大师只说了五个 难道你觉得 你们五个还不够吗 多五 x 我 啊 真 chiar 我 可 一多 六人 装 封 倍 或者是 他们第一个上场的 是强攻系的火无霜 看来第一场就来轻松取胜 这场比试 恐怕小三不好应对 为什么 上次团战 我们可是赢了赤火学院的 出其不意 才能克敌制胜 这次小三的活面能力 已经不再是秘密 即便取胜 恐怕也要吃些苦头 大师 我们就相信小三吧 嗯 哥 加油 加油 接下来 是由赤火学院对阵 史莱克学院 率先登场的分别是 两队的主力 火无霜 跟唐三 比赛开始 哼 嗯 哼 你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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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魂计 诸王worthy 哼 没用 哼 哼 哼 这是 小三居然被压制了 原来如此 看来 火无双对于蓝银草活灭的属性 已经做好了准备 虽然蓝银草可以做到水火双免疫 但火无双 却能将魂力压缩凝聚后 产生爆裂的效果 赤火石的火星星人 已经完全先安置住了对手 堂三居首打算如何应对 早说过 一个火队蓝银草是对我没用的 这样就能战胜过吗 恐吓其龙 测毁 就像吸收蓝银转明明的屏障 根本没有戳力感 早说过 你的火面蓝银草是对我没用的 这样就能战胜过吗 恐吓其龙 怎么会 就像吸收蓝银转明明的屏障 根本没有戳力感 围脚移送 是小三具有控制和泄力效果的武器 以爆裂给控制 这种选择无疑是最正确的 蓝银草的接触 恰恰恰都不为引发爆裂的开关 可惜 小三的武器偏偏有泄力的效果 玄玉手 即便尽早做出发力 主动释放 但小三早已立法爆裂的攻击发力 并且主动释放爆裂 依然更加消耗压缩的魂力 短时间内再难发动 一旦进入小三的控制节奏 对方将再没有半斤 难以置信 刚刚还在被压制 但唐三选手瞬间完成了一转 现在反而是火无双选手处处造制 又成功了 如果是他们那时候火烧血虫 使用了魂力 还处在魂力恢复阶段 那这就发生了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史莱科学院找到了对付 赤火学院的办法 要忍住 现在根本碰不到它 必须找到机会靠近它 再发动爆裂 就是现在 你输了 第一场 史莱科学院获胜 哥 你在面对我的时候缺乏了信心 一鸣魂师如果没有了信心 又怎么可能获胜呢 哥 你怎么样 我没事 我输了 输得心服口服 唐三 叔叔 这 小小名气 竟然已经有了几分大驾风帆 第二场 有请赤火学院的火银选手 不管你用什么卑鄙的办法 限制了队长 对我们敏攻系都是没用的 比赛开始 解招吧 第四魂机 火克雕原 第六场 史莱克学院获胜 唐三选手一连击败了赤火薰 六名队人 这已经是第六个了 三哥不会真的要一传七吧 赤火学院是不是变弱了 不是他们弱 是小三太强了 将来出场的是赤火学院副队长 四十次级控制系战魂踪火舞 如果他本场比赛实力 史莱克学院将完成一次一传七的壮举 他是否会成全史莱克学院 五元素学院实力相当 但这赤火学院要被一传七了呀 输可以 但这也输得太难看了 被一个蓝云草五魂魂师 打穿整支战队的老牌强队 还是叫西火学院吧 怎么能打成这样 那个唐三 也太不给咱们五元素学院面子了 给你们面子 你们也得接得住啊 戴老大 那你说小三到底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啊 赤火学院必定全力以赴 小三要当心了 虽然尽量节省活力 只消耗了百分之四十左右 但精神力 却已经消耗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为什么整个赤火学院 都无法战胜他一个人 为什么我明知道他已经连战六场 但依然没有必胜的把握 就因为他是控制器魂师 因为他的活缅 不 肯定不止这些 他的气质 变得宁静了 老师的教导 朋友的支持 这场比赛 已经不光是我和唐三的恩怨 更关系到学院的荣辱 如果我输了 赤火学院在五元色学院中 将再也抬不起头来 所以 无论如何 我也绝对不能输 比赛开始 无视技能和防御 只要不高出自身等级十级范围的技能 攻击范围内的一切技能 暂时得驱逐 但释放需要一定时间 第三魂技 抗拒火环 他的魂技释放时间变快了 雷奈的直径只有一百米 而抗拒火环却能覆盖直径六十米的范围 如果再被火环驱逐 看来生物子比赛后 他也假想熟练了 控制系纹石果然非同凡响 一瞬间 就把我逼到这部天地 用法非常巧妙 但抗拒火环的有效高度却只有三米 三米以上是他无法触及的范围 消耗大两魂力 他一定有别的魔力 容环 容环并不是一种技巧 而是一种极少数人才有的天赋 能瞬间将自己的全部火力融入一个技能中 此时使用者的魂力输出 无疑能达到最大化 果然 在空中难以躲避攻击 这就是他的目的 但如果仅仅是这样 第三魂技 出往束缚 而且这种最大化输出的魂力 还会进行凝聚压缩 产生爆裂的效果 实际达到的威力将再翻树 但这还不是容环最可怕的地方 这个小姑娘居然也会使用容环技能 你能等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 被锁定了 一旦被锁定 除非他击中目标 否则不会停下 漂亮 同等级的魂师舟 绝对没人能硬扛妹妹的容环技能 火舞选手用出了一种罕见的天赋技能 躺三选手 如何应该 既然逃不掉 就只好请你来一起承受攻击了 糟了 妹妹的容环一旦发动 除非进入目标 否则无法解除 必须想办法挣脱 赤火学院 这下玩火自焚呢 没想到这个唐三居然这么卑鄙 这是比赛 就算你的控制探势攻击我一个人 但以我们现在的距离 你也一定会受到波及 还不解除你的技能吗 你中尽了 不 火火 不要 这是要和对手同归于尽啊 我知道光平荣幻影不了你 但我要让所有人看到 即便是你唐三 也不可能在赤火学院前 全身而退 荣环技能 极大地消耗了你的魂力 你抵挡不住这一击的 你也一样 赤火学院 不会允许任何人损害他的尊业 引荐你的第一次失败吧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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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三不要命了 愚蠢 居然保护对手 赤火学院 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行 有 还 plugin 今天 嫁 失败 还 你说 贱 我 希望 apologize 调 什么 没有 我 垃 又 比 比赛结束 唐三选手失去战斗能力 致火学人获胜 快去帮小三 还没抓够吗 你赢了 赢了 真的赢了吗 这威力也太夸张了 他这赢的似乎也有情练 请观众们保持安静 等待下一场比赛 医师会马上进入场地 为受伤学手进行治疗 妹妹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哥 傻丫头 别哭了 哥哥这不是没事吗 先把小三送回去吧 以火舞选手齐全 本场比赛使来科学人获胜 我哥真的没事吗 小姑娘 放心吧 已经没事了 平常人承受这样的攻击 就算是不死 恐怕也会留下终身的残疾 但你哥的体质远非常人能比 总算是稳定下来了 不过 最好在晋级赛这段时间里面 不要让他再参加比赛了 否则伤口崩裂就糟了 谢谢你 医生阿姨 好了 你们好好照顾他吧 我先走了 好了 其他人都去休息吧 明天还有比赛 这里留小五照顾小三就行了 小三其实做得很对 但是您还说他做得对 他明明就有机会躲开的 小三这么做也是为了救人 我相信他用身体去挡攻击的时候 一定已经计算出自己的承受能力 与对方的攻击力 你们两个 给我出去 我们先来看看唐三 并且感谢他 不用你们假仁假义 唐三还死不了 丹木白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是来看唐三的 感谢他保护了我妹妹 可不是来看你的 你闪开 你们少在这儿猫哭号的 真拿我们史莱克没人了吗 立刻离开这里 否则别怪不客气 你 我来谢谢唐三救了我一命 我哥现在的情况 不正是你想得到的结果吗 这里不欢迎你们 你 你 那个疯女人在干什么 学院之中 没必要生死相伯伴 咱们遇上赤虎学院 要不直接启决了吧 老大 英雄救美啊 行不行吗 你们走吧 我哥他已经睡了 不要打扰他休息 那打扰了 等他好一些 我再来知心 不用了 我们是全大陆高级 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竞争对手 对手 对手 默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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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哈 史莱克学院接下来上场的是 大王 staircase 泰龙 希望 你比你的两个队友撑得久一点 植物学院已经连胜两场 这场他们能否在此 王人精灵已经连输两场了 看出来了吗 全部控制这些魂事 之前每场比赛最多只伤三人 植物学院果然有它独到的地方 是他们的武魂有问题 武魂很平常 但正是这种看上去很平常的植物武魂 却能保持连胜 这是为什么 关键还是控制 没有绚丽的魂技和刚猛的攻击 却可以控制对手 即便当机不如对方 也能让对方无处发力 再强的魂事也难连续经历这样的战斗 更何况 他们有三个四十几以上的控制系魂事 第三场 植物学院果射 被衣穿三 这还是史莱克学院吗 没那么简单 这次第六点 之前的五场比赛 史莱克学院每场都只用了两个人 也许 今天他们只是刚好被对手克制了 只要同位控制的唐三不在 控制系魂师能对其他系魂师都形成克制 胜算很高 史莱克学院也不怎么样吗 懂不懂什么叫战术 竞技赛虽然是个人赛 但获胜的关键却是团队协作 最终让几方一名队员在擂台上站到最后 大师的目的正是如此 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看清楚对手的攻击方式了吗 这是你第一次上场 胖子 这也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 有这个人的资料吗 看来史莱克早就放弃了这场比赛 不是磨练魂尊 就是培养新人吗 拳控制确实恶心 已经从未出场过 不会是哪个宗门 托关系送进魂师大赛找见识的 这也太不尊重大赛了 小胖子 姐姐的头望可是很快的 你还是下去吧 万一姐姐伤到你 可就不好了 你的目标 是将他们全部击溃 可是老师让我上场的 我就这么下去 回去会受到处罚的 不如 姐姐 你打我下去吧 不过你可要轻一点哦 没问题 我可不会欺负胖子 这胖子居然是坏了 是莱克学院的第四位选手 是一位41级强攻系战魂踪 这名选手在大赛中 还从未登场过 究竟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奇品火属性武魂 第四魂机 从未要散 这小子吃了机关凤凰盔之后 凤凰之力得彻底提出 救命 光轮爆发力 已经是史莱克七怪中最强横的了 市场我没认输 第四场 史莱克学任获胜 怎么会是一个从未出场的魂踪 还偏偏是克制直武魂的火焰系 这也太不经嘎了吧 要是他保持全胜状态下的魂力 说不定还有一点儿的威胁 现在嘛 这就是武魂克制 五哥吧 不愧是史莱克学院 你这场的对手 是我 史莱克学院上场的第一位选手是 他们的队长 一位四十四级控制性战魂组 这样的等级在所有的参赛选手中 也是明列前茅的 在晋级赛中 他一直表现优异 多次连败对手 其中 无法拥有火属性武门的魂式 可惜啊 我的赤岩荆棘 抗活 可惜啊 我的蓝银草 活绵 怪不得那个活物盯着你不放 原来这种话听起来这么前奏啊 火龙门云 上哪去 你还受伤的应该多休息 不管你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三魂技 荆棘支撐 灭对习品的火属性灵魂 誓言荆棘的烫火效果明显下降 但只需多支撑片刻 便足以让控制系魂师和强攻系魂师间 决出圣灯 第二魂技 荆棘约束 第三魂技 奉逆天脚 好 马红俊选手选择了一个最不容易躲避攻击的位置 难道你 他倒是正面对抗对手的魂技攻击 第四魂技 清晰日 武魂占拥 但经验不足 妖子的目的显然就是将它逼到空中 十来个学院差点又出了一个一传六的怪物 小刚 没事吧 第二魂技 灭火疯狂 即便同样是火焰 有的只能点着木柴 有的却能融化钢铁了 如果连誓言荆棘都无法克制 那他的火凤凰无魂也不会成为最顶级了 金四魂技 凤凰孝天机 什么 胖子 手下有钱 还好马红军及时收住了凤凰孝天机的第二段攻击 凤凰岩浆冲 不然对方就算侥幸不死也会落下残疾 他的经级封锁住了自己的退路 也算作茧自负吧 六连胜 史莱克学院再次完成了六连胜的壮举 而职务学院还有最后一个参赛队员 他能不能阻挡史莱克学院 还好只是昏迷 但对方魂技的威力明显远不止如此 最后一场比赛 我们认输 知务学院计权最后一场比赛 本次积极赛的胜利者是史莱克学 他们完成了一次七连胜 胖子 可以啊 那是 戴老大 一穿七的感觉真是很爽啊 好了 我们可以退场了 达山 葫芬 佛武小姐 有事吗 唐三 我想和你谈谈 有什么事不能在这里说吗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你去吧 稍后直接回去 但是 他害的小三还不够吗 孩子 信任是彼此情感的基础 你要相信 是你的 永远是你的 你今天活物又跟我说话了 嘿嘿 嘿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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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三 活物怎么会跟他在一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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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已经好了 那就好 你叫我来 就是为了问这个 你很不愿意和我说话吗 那倒不是 我只是不明白 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说的 毕竟 我们是竞争对手 你怎么就像个木头 你是正常人吗 我们史莱克学院 一向已出怪物闻名 如果没什么事 我想先回去了 你 等一下 我就让你那么不耐烦 你走可以 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问吧 那天 你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攻击 那可是我要攻击你的 这就是你的问题 也是你叫我来的原因 算是吧 我们是对手 但并不是敌人 你发动攻击只是为了取胜 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痕 你的死会加剧我们两个学院之间的矛盾 而我承受那攻击 肯定不会有生命危险 就这些 是 啊 啊 唐三 小心一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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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 刚才那是 博武飞说我救了他一命 不想欠我人情 所以 哥 你看着我 我先抢荡了 绳得以后再被别人惦记 唐三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 史莱克许 他们在之前的比赛中 已经取得了十连生的 偶人战技 至此 我们已取得了十一场全胜 于神风学院并列第一 但最后的三轮比赛将会相当艰巨 尤其是其中两个强大的对手 运选赛中没遇到的 神风学院和雷霆学院 今天对战雷霆学院 他们的整体实力 比赤火学院还要强 对天水学院和植物学院 更具有属性上的克制 他们唯一输掉的比赛 就是面对神风学院 老师 今天让我出场吧 小三 你的蓝银草 虽然可以免疫水火 但却无法免疫雷电 甚至在面对雷电舞魂时 会遭到一定的克制 因为你的蓝银草 无法做到完全不倒电 若你今天受伤或是输了 假如明天我们抽到神风学院 取胜的可能性 就会大大降低 那是要留我对付神风学院 我仔细观察过 神风学院的实力 在五元素学院中 他们无疑是最强的一支 想要对付他们 你必须要出全力 今天的比赛 一定要相信你的伙伴 我现在宣布出场名单 依次是 太龙 精灵 黄远 小五 戴木白 朱竹青 马洪俊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放心吧 小三 这场交给我们 对神风学院就看你的 好 施莱克 必胜 现在是史莱克学院 对战雷霆学院的第一场比赛 对陆辰选手的万代攻击下 太龙选手只能备动防守吗 太龙 你对战雷霆学院的诀窍 就是一个托字 凭你的防御力 拖到对手魂力消耗殆尽 雷电的攻击这么强 太龙能顶住吗 太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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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太龙了 会 终于 小三 别人 要 被人 没人 雷帝学院派出了霄云聚学者 他能为雷帝学院奔回一城吗 你放 天气也糟了 他也用不住 难道是 杀 相信他 泰龙可是励志一族的大人 一个小小的魂尊竟然击败了我们两个队人 第三场 史莱克学院的泰龙对战雷帝学院的雷九冲 一 一 开心 听灵 你作为秉公系魂师最大的优势的速度 你的诀窗里也是一个字 躲 看你能不住多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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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场紧张自己的快速对决之后 留在场上的是这一位 史莱克学院小五 谢谢 而雷霆学院将要登场的是 四十二级强攻系战魂踪 雷霆 他们今天打的就是用几个魂尊消耗我们实力的主义 这场比赛至关重要 我不但不能输 还要宿战宿军留存实力 对战戴木槐 一 已经跨等级击败了一名魂踪的小五 接下来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第七场比赛 开始 第三魂技 雷 一 第四魂技 雷霆 雷天的飞行能力正好克制擅长进展类型的魂 但是 此时的高度 在对手拥击反对之外 而对手竟然还不采取行动 直到雷天蓄电南城发动侵袭锁定 时 就是想逃 逃离了 雷霆附体 赢 雷霆附体 尺仑 这极有让我再说 不经常 真的 你的雷霆附体 就只好 走 好近身 在空中看你还怎么躲掉我的攻击 第二魂技 魅惑 对手直接使用最强的魂技 应该是想速战速决吧 却消耗太大 中了小五的计策 我给小五的指点就是一个闪子 小五对战局的把握很不错 不惜施展第三魂技顺移 强行使雷鹰转移视线 从而达成魅惑对手的目的 第七场史莱克学院获胜 好一个史莱克学院 没想到他们面对雷霆学院 也能胜得如此轻松 陛下 您是否看出 为什么史莱克学院 能够连续取胜呢 当然是实力 陛下 您只说对了一半 实力固然重要 但只靠实力 还做不到这种程度 史莱克取得如此大优势的关键 正在于其精妙的战术 与人员的安排 依你二人之言 这似乎不是巧合 有那个人在 又怎么会是巧合呢 教皇大人的选择果然没错 那个人对武魂研究甚深 难怪会让他成为名誉张楼 撒拉斯主教阁下 你这是何意 陛下不如问问宁宗主啊 在下就先行告退了 陛下 此人正是唐三的老师 出身兰殿霸王龙家族的大师 他以三十级左右的魂力 成为了武魂殿的名誉张老 其对武魂的深刻研究 却连我也自愧俘辱 宁宗主对大师评价很高啊 陛下 得大师者得天相 看来 我是时候见见这位大师了 宁宗主 晋级赛之后 就有劳你安排了 陛下若想招揽大师 不妨从唐三下手 只有这个大师最在意的弟子 才能决定大师的走向 下一位 雷霆雪艺部队长雷奏 四十三级控制系战魂宗 相当强劲的对手 是来客学会如何应对呢 第八场比赛开始 小三 注意观察雷动的战斗 它是蜘蛛类武魂 而你的第三魂魂和第四魂魂都源于蜘蛛 外赴魂魂魂也是 它的战斗方式也许会对你有所启发 闭上了眼 看来它有意防备小五的魅惑 第三魂禁 雷卧龙 从仙台上看 雷洞的武魂雷珠和八珠魂骨颇为相似 八珠魂骨含有毒素 可以很好地配合蓝阴草使用 本身的功手能力比较均衡 雷珠则是以电流辅助控制 攻击力较强 而那雷王就像是他的眼睛 把握着塞兆的动性 小雷 你一定要小心 什么 怎么可能 这雷王好像在吸扯 但我的魂力已经不够连续瞬移了 怎么办 第一魂剑 雷斯 终于有机会了 看我的第一魂剑 雷洞 刚才他躲过了雷天的攻击 想必还没尝到雷电的威力吧 不可能 你从雷王中间穿过 身体应该完全麻痹了 你的雷王攻强而守弱 核心之处是雷电最弱的位置 再这样下去 被他进了身就糟了 只好射出第四魂剑了 什么 第四魂剑 锁身环 我们认输 第九场 雷霆雪获胜 下回一定都大 帅了 下回就是慢 好啊 真棒 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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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 穆白 该是你上场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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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老大 拜托你了 拜托你了 史莱克军派出了他们的对手 四十四级强攻系战魂踪 戴莫埋 史莱克的队长实力强劲 我在上一场终于消化过多 必须速战速决 战况交着 谁能战军主动 第十场 比赛开始 是 尼斯魂技 我曾还 第一魂技 白虎护身杖 你难道就准备用第一魂技来接我的第四魂技吗 尾灭太小看我了 一副尽快 准备用 一副尾灭 一副尾灭 既然只使用了一个分剧 就打败了对手 第十场 史莱克学院获胜 老师 别冲动 你别拦我 我要去举报史莱克学院 杀人未遂 当时正在比赛 雷动也没有认输 戴摩白 只是把人打下台而已 没有杀人的倾向 评委 不会取消他们的资格的 可是 雷动的肩膀几乎整个碎掉啊 这样的重伤 别说后面的晋级赛了 只怕连总决赛他都没法参与了 我们怎么能咽下这口气 求着我 去会会他们吧 史莱克学院迎来了他们的赛典 如果雷霆学院再被淘汰赢选手 史莱克学院将获得最终的胜利 你还好吧 快 但是 雷霆学院接下来登场的将是这位 队长郁天心 四十三级强攻系震魂踪 武魂蓝电霸弯龙 这鬼天气怎么说变就变 小刚 小刚 天心 戴木白 你要为你所做的事付出代价 你 不要 我 你 你有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两位队长之间的终极对决 究竟落死谁手 比赛开始 今天要让你见识一下 谁才是最强受魂 我也想看看 终于来了 你那咋呢 雨水可以倒电 木牌这次不妙啊 风之雨来 临着日 风有九霄 日天来 给老子记住 龙才是最强的 这句话 我不同意 contrad记住 你可以 全是最强强的 要是最强强的 最大的 全是最强的 但是 这居然不那么 以前有没有 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强 我不能输 第二分计 白狐猎光波 木白和天心两人实力接近 风格相同 心气也如出一辙 这意味着 意味着什么 分出胜负 不会花太多时间 来吧 让我取胜负 最后谁还能站在这里 就是胜体者 好 第四魂计 蓝电神龙击 第四魂计 白狐猎光波 第四魂计 双方同时使出了全力一斤的第四魂计 这是决定胜负的最后风格 没有任何花生 使用全部实力的比拼 这是一场势军力敌的战斗 无论胜负 他们都以全力以赴 他会赢的 你很强 是我输了 不 你没有输 虽然这场比赛你输了 但是你的心并没有输给我 期待下一次再与你碰撞 好 晋级赛 史莱克学人对战雷霆学人 史莱克学人获胜 耶 耶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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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琴 你是为了监督我才到天窦帝国来的吗 我想你保证不会再招日其他女孩了 你也要改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够强达不到我的期望 休想我以后嫁给你 我 我 我 嘿 你通认我们两家的婚约了 我 我 我 周琴 木白 嗯 嗯 你们俩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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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老师 我们刚刚抽到的对手认输了 现在只剩下了唯一的对手 神风学院 不错 唐三 有什么事吗 我们明天的对手认输了 等到我们两队交锋的时候 我会第一个出场 我希望你也是第一个 让我们两个人来决定 谁是晋级赛最后的冠军 如果我输了 神风学院将主动人输 对不起 我不能答应你 为什么 难不成你怕了 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不能以自己的意志 来决定队友的选择 唐三 别当懦夫 我只想和你堂堂正正的一决胜负 就像今天 戴木白和玉天心的对决那样 小三 答应他们 给他一场男人间的战斗 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为了活舞吧 可是 既然如此 就一战定胜负吧 不要给人生留下遗憾 你放心 大家都相信你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如果你输了 以后我不希望在活舞身边看到你 我和他本来就没有关系 你希望谁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呢 这是晋级赛的最后一场 而两支参赛的队伍至今都保持着十三比零的全胜战绩 但是 今天上者只能有一个 加油 老大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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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所学院提出采用一局定胜负的方式 决出本次晋级赛最后的决决 大赛部委会经过讨论 通过了这个请求 神风学院的风啸天 凭借着实力旅客强敌 同样来自史莱克学院的唐三 也凭借着自己的坚持 一次次创造奇迹 那么 这两人究竟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比试呢 本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比赛最后一场巅峰对决 现在开始 五魂是几个魔狼 而且是双头狼 难道是变异五魂 唐三 我很欣赏 但今天我必须战胜你 无论如何 行手 这个风啸天明明是个强攻系吧 怎么速度都和闽攻系的差不多了 其实说它是闽攻系也未尝不可 疾风双头狼原来如此 第二魂机双狼不挺 疾风双头狼这种变异五魂 就是在强攻的技术上 兼备闽攻的特写 这一点 相信小赛也已经发现了 三哥一定我想到办法战胜他的 风啸天此前 甚至连第三第四魂机都没有释放过 又帅队连番取胜 实力自然不容小觑 无愧是两支全胜队伍之间的较量 唐三势地已入 又风啸天入网 小小年纪就有不死思虑 说实是难能可贵 第一魂机 风刃列阵 原来风啸天一身犯险 是为了释放风刃列阵 就是 只是为了第一魂机 风啸天的第一魂机 有明显的范围限制度一滅重 但起来如此 风啸天还是选择继续释放 想必是因为威力巨大 特别是在双浪复体的架势下 风刃列阵的威力 又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小三这下不好应对了 第二魂机 即升 第一魂机 风刃列阵 第一魂机 缠绕 刚才小三虽然陷入风啸天的算计 不过正面的进攻还只是阳光 种下蓝银草 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不错 后续再围绕蓝银草 进行一连串的爆发 小三这场比试做得确实不错 哇 赢了 小三太强了 这场比试还远没有结束呢 这 这怎么可能 目前为止 风啸天仅仅发动过第一第二魂机 足以说明他未尽全力 第三魂机 击风双翼 我的第三魂机 不但能凝聚出风意 还能将身体状态恢复至最巅峰 所以你从最开始就计划好了 唐三 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强大 即便如此 我也会击败你 这个风啸天的实力已经远在我之上 小三这次 越是艰难 越能给他带来成长 这场比试已经带来了太多东西 陛下 这场比试可能现在才正式开始 哦 我将会使用我的自创魂机击败你 你也是虽败犹荣了 你不活了 三十六连斩 自创魂机不像魂魂赋予的魂机那样 能自然成心 而是通过剥索训练不断完善的 他比普通魂机更加使用 威力也更强 他的天赋真是可怕 这次的力量 要比生子大了很多 不好 怎么了院长 你看 风啸天的三十六斩 都是通过精力连战 速度与力量都是不断添加的 不断添加 这才第四次 小三就已经受伤了 又是三十六次 哥 你一定要小心 学步你再做一代毕了 第四魂技 又是蓝银球龙 庞三已经击穷了 蓝银图刺阵 这也是刺创魂技 这是第四魂技的变异版 发动速度比蓝银球龙快很多 可以说是小三最后的王牌 只是 已经无法避开了 那就只能 第四魂技 火狼风暴 被吐破了 攻击反回是全场 快引迷疯无法逃脱 你旋御手也已经到了极限 火一剑 难道 这次真的输了吗 哥 不 火气 难道是 这是 浩天锤 怎么可能 不错陛下 他正是浩天斗罗的儿子 浩天斗罗 这难道是浩天锤 你还认得浩天锤 那你可知道你错过了什么 浩天锤 小三想要正面对抗 浩天锤是天下第一气武魂 就算没有附加魂环也有五百斤重量 但是面对风啸天的层层叠加的自创魂技 我恐怕 乱披风吹法 小三他 现在他们两个能够逼拼的 就只有心中的坚持了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 为了火妹妹 我信定要紧 我信定要紧 你们是第一个 你坚持到 你三十六七的人 他们怎么回 谁 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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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双生五魂 是吗 垂鸣好天 好天垂 看来我输得不远 其实你并没有真的输给我 只是你的自闯魂戒刚好被我克制 还有就是 我和活物并没有任何关系 你喜欢它那是你的事 请不要帮我牵扯在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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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披风吹法竟如此娴熟 不愧是宁宗主看好的队伍 足以为帝国争光 只是小女只有在总决赛才能看到她登场 好一个好天族 好一个堂号 这就让你们知道 谁才是大楼的主人 走吧 走吧 经过几天的角逐 天斗帝国的十五支队伍脱颖而出 这里也要特别恭喜一下史莱克学院在晋级赛取得了十四战全胜的好成绩 好棒 好厉害 这届大赛将由太子雪清河作为帝国使者参与评审 同时令派五百名皇家骑士团士兵护送 希望各位可以为帝国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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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好吗 快出发了 没找到小刚吗 小刚心里说 去找他了 到时候你可要帮我 为了小三 我必须要去见他 小刚 你也是迫不得已 你知道 你知道怎么还让他去 他 弗兰德院长 领二龙副院长 天斗皇家骑士团派人来催了 他说有要事要找他 难道你不相信他 我不是不信 而是不明白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还能有什么事要找他 二龙 相信你自己 也相信小刚 那就是这东西在一场 好 我们出发 去五魂城参加最后的决赛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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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祝小怪物们此行能取得好成绩 没问题 是啊 没问题的 这事就包在胖子一个人身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调整一下气氛 圣女教皇陛下的意思是 两位长老 老师不希望在武魂城看到这个人 老师放心 此次大赛的荣誉必将归于武魂殿 鸡狭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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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天斗帝国十五支晋级总决赛的 陆续都聚集到大部队了 小三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对于我们来说 这些人都不是威胁 真正的威胁 还是来自武魂殿选送的那支队伍 只有战胜他们 我们才能获得最后的冠军 的确 挑战他们 将是史莱克习惯组成以来 最大的考验 对了院长 我们这次比赛所在第五魂城 什么样啊 五魂城几乎完全属于五魂殿 它位于两大帝国交界之处 而两大帝国对它都没有所属权 最为重要的是 象征着五魂殿最崇高的两座大殿之一 教皇殿 就坐落于五魂城之间 那看来有很多好吃好玩的 等比赛结束后 我们一定要在五魂城 好好玩玩 五魂城 不过 本来总决赛的地点 并不是设置在五魂城 不知道为什么 五魂殿突然做出了改变 将这一届的决赛放在了五魂城 突然做出的决定 嗯 请等一下 我想去一下食火学院 你可行个方便 叫 走 走 小天兄弟 你有什么事儿 哦 倒没什么事儿 和我妹妹在吗 我是来向他道歉的 你有什么事儿 你有什么想法 莫特向我道歉的 又没做什么错事 霍伍妹妹 我对不起你 我没能完成你的嘱托 我还是输给了唐森 不用说了 你没有错 不过 他既然是昊天宗的传人 这一切也好解释了 输了就输了吧 现在我只想看看 他在总决赛中 是否能击溃其他对手 获得怎样的名次 霍伍妹妹 那 我们之间是 你上车 这破地方 这么多乌鸦 怎么别的什么都没有啊 我们回马车吧 进来 看起来 看起来 你怎么会看那些骑士啊 难道 你叫冲一名战士吗 嗯 我们战魂师本来就是最好的战士 这有什么要想过的 嗯 我只是观察王朝他们而已 皇家骑士团不愧是天等帝国的王牌 不但均荣齐者而言 而且训练有所谓 这有什么好夸的 这不是骑士应该做到的吗 戴老大 不如我们挟车到队伍里转转怎么样 你小子想打什么外主意 戴老大 主乌轻在就是不一样啊 你闭嘴 大家别说话 大家别说话 有情况 报告团长 一切正常 这里怎么会有红叶啊 开始 所有人进阶 什么事啊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好担心的 这么多天斗皇家骑士 足够应付他 更何况每个学院 还有带队老师呢 未必 离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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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车目标大 我们下车 来 快 大大大 你果然没说错 他们还真是许愿有素啊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的 敢偷袭我们 大大 大大 你干嘛拦我 那些不长眼睛的毛贼 让我举行放纵一段好了 事情没那么简单 现在 保护好孩子们才是最重要的 看上去 其实他开始有些失利了 孩子们 开门 亲啊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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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还有多少巨石 能够住夺 保留魂力 不过大家不要总算 尽量聚在一起 看来 他们除了想消耗我们的魂力 还想用石块切断各学院之间的联系 恒剑 清兵 学长 多谢 你没事吧 没事 超级恢复大香肠 大家加倍小心 看来同学者数量不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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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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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满流愁嘟 快上 竟然派了这么多人 好大的手笔 老娘可不怕 果然是这样 这么多人 显然是早有准备 四比一 群狼战术 老娘也不怕 为什么他们大部分人 都不开武闻 为了掩盖真正的身份 那最好 节省魂力 击魂队手 二龙 记得照顾秦明 放心吧 夫老大 第四环戚 迎导之论 第五魂戚 呼啸尘射 爆火龙击 第五魂戚 归归遁侠 第三魂戚 白狐青更兵 谁让你们不敢开武魂 第二魂戚 幽冥白掌 别瞧看食物系魂师了 第三魂戚 风衣天降 九层九彩 九宝琉璃潭 控制系魂师 最不怕的就是全战 第一魂戚 战斗 诸葛神奴 上前 放 大家别动 做个防御 紫西魔头 玄御烧 小三这是全面发威了 七世纪就压过了 是个魂戚 我 信号 就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